19天內取得的土地利益的移轉 竟然高達一年多一 提名這樣子政治人物的政黨 你們到底要許給台灣年輕人什麼樣子的未來 政客草地 人民受害 拒絕草房市長 參與這一個農村重化的主角 正是我們的立法委員林維洲先生 他今年也獲得中國國民黨移民參與竹北市市長的選舉 我想 所有生活在新竹市 竹北市 大新竹 所有的年輕人都知道 這幾年 在新竹地區房價的飆漲 已經到了讓人沒有辦法忍受的程度 而這個房價地價的飆漲 如果竟然 是有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 結合著財團 一起共同為了私益 推波助瀾的 我們想要請教 這樣子的政治人物 提名這樣子政治人物的政黨 你們到底要許給台灣 年輕人什麼樣子的未來 離譜的程度 可以在一個月 轉手買賣抵費地 就可以大賺新台幣1.2元 這在所有的壽星階級 在所有的年輕人 在所有為了房貸喘不過氣 甚至連繳納租金都成為 生活沉重負擔的壽星階級 要大家請問一下 關鍵的問題是 在2019年 他取得抵費地的價格 是1坪 折算 大概4.1萬 在短短的一個月內 具體的講就是19天 他馬上可以用20萬一瓶 轉手出售 他所取得的抵費地 19天內 我們的地價 從1瓶4.1萬 暴漲到1瓶20萬 而在整個重劃的過程當中 林維舟先生 他不是擔任立法委員 就是擔任新竹縣議會的副議長 林維舟先生 難道不知道 新竹的朋友 這幾年 為了居住正義 為了地價房價的高漲 他們所承擔的痛苦 他們生活的負擔嗎 一個農村重化的制度 怎麼會讓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 竟然可以在主導的過程當中 上下其手 林維舟先生 他依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申報的內容 我們非常驚訝的發現 剛剛 那一筆讓他獲利1.2億的抵費地 不管是取得 還是出售 即使在同一年之內 我們負責任的向監察院 查詢或相關法規的適用 都必須要誠實申報 然而 在這張財產申報表中 完全看不到